男人表面上是一个单手就能碾压S级的猎人 实际上却是一个一心只想退休的外星人 小绿本是一颗魔法文明星球上的最强魔法师 可有一天他突然浮现出了一个想法 那就是辞去这份操弹的工作 因为这是一个免费服务的社会 就算干到死都不会有一份工资 更坑爹的是因为技术发达 他们根本不需要吃喝睡觉 一天24小时待命 于是年纪轻轻的他便得了加班重毒症 他甚至都想不起上一次暗示下班是什么时候 他是多么想一走了之 可因为他的责任重大 不能随意离职 而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为了不让他逃跑 甚至对他下了限制 比如当他试图使用瞬移时 脑袋就会遭遇电击 即使能够勉强逃出 在这颗星球上也没有任何藏身之处 他也曾想过干掉自己的上司 可惜他根本无法攻击同星球的人 不仅如此 他就算是想自杀都做不到 而就在他满脑子都是辞职时 脑中突然灵光一闪 虽然他的身体被魔法禁锢 但他的灵魂却是自由的 因为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操控灵魂的魔法 也就是说 只要放弃身体 用灵魂逃跑就可以了 就这样时间过了十年 小绿每天都在坚持和放弃中挣扎 最终经过无数次的反复尝试 他完成了独一无二的魔法 灵魂操控 他要把自己的灵魂分离出来 然后逃到一个任何人都找不到的星球上去 在意识离体的那一刻 他不禁大喜 成功了成功了 我果然是个天才 终于可以离开这个操弹的地方了 没了我看你们这些混蛋怎么办 就这样带着离职的兴奋 小绿来到了宇宙深处的一颗蓝色星球上 等他再次睁眼的时候 已经成为了一个人类 从今以后他便是男主 虽然一开始感觉有些不太适应 但小绿对这个结果很满意 反正成功退休了不是吗 接下来他先是感受了一下这具身体的状态 然后便准备接受原主记忆 为了以后可以顺利融入这个社会 他要伪装到就算是这具身体的父母 都发现不了的程度 可计划是完美的 现实是骨感的 这具身体的记忆就像碎片一样断断续续 根本想不起来 与此同时 他的腹部突然传来一阵剧痛 一阵阵的酸水从胃部不断涌出 该死的 没想到这具身体居然是饿死的 来之前他只想到了 给自己找一个智力最高的种族 魔力最高的身体 结果居然漏掉了当前的身体状态 这是一个巨大的失误 为了活下去 他必须要快点吃点什么鲜甜饱肚子 于是他不得不挣扎着起身 朝着外面走去 然后他第一次看见了阳光 他的故乡表面大部分都是液体 是一个没有阳光的漆黑地方 而现在一个色彩缤纷的世界 就这么呈现在他的眼前 无论是温暖的阳光 还是清爽的空气都令他着迷 他是真想多感受一回 如果不是现在饿得要死的话 但是为什么周围一点能吃的东西都没有啊 步行再这么下去真的会被饿死的 也就在这时 男主终于发现了能吃的东西 小家伙虽然不大 但问题是现在也不是挑食的时候啊 于是小强便一脸猛逼的被抓了起来 然后离着一张血盆大嘴越来越紧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一个小孩从男主身旁路过 看着小孩哥嘴里的东西 男主瞬间感觉手里的小强不香了 随手就将其扔到一边 那么现在有一个重要问题 到底是抢还是不抢呢 不管了 先跟上再说 就这样男主一路尾随 小孩哥也发现了身后一直跟着人 转身一看 然后就被对方吓到了 下一刻他不带一丝犹豫的回头就跑 完全无视男主的让他等一等 最终小孩哥凭借灵敏的伸手顺利脱身 可男主已经管不了这么多 然而就在这时 远处突然传来一阵轰隆声 同时伴随着一声孩子的惨叫 是刚刚那个小孩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男主决定先过去看看 而此时的小孩哥正浑身颤抖地看向前方 因为一只巨鸟正站在他的身前 怪 怪物 男人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到女人 只因他是刚刚穿越而来的外星人 就在刚刚 男主听到一声惨叫于是寻声看去 结果只见一只巨鸟追着小孩哥跑来 没想到刚来地球第一天 就在大街上看到了这种怪物 这还真是一个凑蛋的世界啊 不过很快男主便改变了想法 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说不定是好事 因为根据这具身体的残余记忆 鸟类可是一种好吃到爆的美味 区区怪物对伟大的魔法师来说不值一提 只要等他适应魔力之后 就算是征服这颗星球也不是问题 也就在这时 他突然发现身体周围被移倒到荧光包围 这种全身细胞被扫过的感觉是魔力 但是这个量是怎么回事 也实在是太多了吧 如果说他的家乡魔力量只能淹到脚的话 那么这里多的简直就像是掉到了游泳池中 这一刻男主感觉自己智冷起来了 在这种魔力丰富的地方 他将无所不能 而也就在这时 小孩哥跑到男主身前向他求救 这种是对于伟大的魔法师来说是举手之劳 不过男主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要小孩哥手中的东西 尽管小孩哥有些不太情愿 但是听到身后传来的动静 他瞬间分清了轻重 给你给你 求你就救我 交易达成 男主让小孩哥先躲到身后 然后便摆好姿势 挥手间就想让怪物骨肉分离 结果等了半天什么也没发生 此时小孩哥看男主的眼神像看白痴 而男主对此也是有些怀疑 怎么回事 难道说是因为自己出来炸道太紧张了吗 眼见男主外强中干 见识不妙的小孩哥果断闪人 而男主还在进行各种尝试 爆炸戏 炎灵戏 诅咒戏 各种魔法试了个变 最后只得出一个结论 这具身体居然用不了魔法 认清现实的男主开始仓皇逃窜 边跑边喊救命 可惜纵使身处大街上 能帮忙的却一个没有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怪物就盯着他一个不放 本就饿得不行的身体 现在更是已经到了极限 眼见大路上跑不过对方 男主果断换个方向 而怪物也不甘落后 同样一个急杀转向 更糟糕的是 怪物居然想起来他会飞了 看着身后朝着自己俯冲而来的巨鸟 男主感觉自己穿越第一天可能就要嘎了 而就在这关键时刻 他的膝盖居然还扭了 这一瞬间 他仿佛已经见到了太奶 下一刻 他被惯性直接带的趴倒在地上 那只巨鸟则直直地从他头顶飞过 然后便是一连串的死亡翻滚 最后怪物那巨大的鸟嘴狠狠地撞在墙上 男主看着满天飞舞的羽毛 一时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 然后他上前查看 看着那一动不动的巨大身体 不禁陷入了沉思 难道说他自己撞墙死了 这家伙是笨蛋吗 真想问问地球的学者 怎么会进化出这么蠢的生物 不过现在不是想这些东西的时候 男主摸着早已饿扁的肚子 不争气地流下了口水 这个鸟应该是可以吃的吧 毕竟都是统一星球上的生物 身体成分也差不多 然而还没等他想明白该如何下口 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声音 男主转头一看 只见一个一身职业装的干练美女 出现在他的眼前 原来小孩哥很讲义气地跑去求救了 轩宇燕是一个职业猎人 所以他知道那个怪物是什么 菲奇诺杀手是一种生活在沙漠地带 空间门里的鸟类 拥有着堪逼导弹的速度 C级以下猎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所以在出现大量伤亡之前 他必须要尽快将其解决 然而等他找到这里时 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场景 这一刻他有些怀疑人生 这是他一个人解决的吗 也就在这时 小孩哥和一个警察也随后赶到 警察上前感谢男主帮忙抓住怪物 而轩宇燕则蹲在地上查看怪物的死因 看上去好像是被正面杀死的 难道说这个人是C级以上猎人吗 男主可不管别的 在看到小孩哥的那一刻 他就已经忘了其他 只见他伸出一只手 严肃地看着对方说道 你该不会是忘了约定吧 文言小孩哥尽管不情愿 但还是将手里的东西交给男主 而男主毫不客气地喝了下去 这一刻他终于感觉活了过来 轩宇燕一脸无语地看着这一幕 这是在抢小孩子临时 男人明明解决了一只怪物 却差点被直接请去喝茶 只因他并没有杀怪资格证 就在刚刚 猎人协会的轩宇燕伸手向男主表达谢意 然后男主毫不客气地伸出 那只沾满不明液体的手握了上去 轩宇燕瞬间感觉自己脏了 也不在乎礼不礼貌 便直接掏出纸巾开始擦手 同时他让对方出示一下猎人证 因为他要向协会报告 可那东西男主连听都没听过 于是胡乱找了个借口 说自己现在没有 文言轩宇燕也没多说什么 让对方说下自己名字 他用猎人系统查查 谁曾想男主却是一脸的心虚 只因他还不知道这具身体的名字 见到对方这副样子 轩宇燕先是一阵沉默 然后难以置信地询问男主 你难道没有做猎人登记吗 还有觉醒检查吗 要知道在没有登记的前提下 随意使用能力可是违法行为 男主完全听不明白对方在说些什么 可他知道这样下去有些不妙 于是便扯谎自己当然登记了 只是把猎人证忘在家里而已 随后他让对方在这里等着 自己回家去拿 说完也不等对方回答 直接转身就走 同时他的心理暗下决定 从今往后再也不走这条路了 回到家的男主顺利找到了自己的身份证 可猎人证无论如何都找不到 不出所料原生果然没有登记 另外他还发现家里有一些不明物品 而也就在这时 他才想起来原生居然还是个烟鬼 这一瞬间男主差点气死 要知道吸烟对一个魔法师来说可是大忌 因为魔法师需要通过呼吸系统 感知吸收外部魔力 所以这种伤害自己肺部的事情 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情 难怪这具身体用不出魔法 此刻的男主有些后悔 为什么自己没有想到 剔除有缺陷的身体 不过他又很快振作起来 毕竟自己费尽千辛万苦才逃出来 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就放弃 幸福美满的生活还在等着自己 然后刚来地球几个小时的他就被捕了 只因他再次出门时已经饿得要死 好不容易闻着味找到一家餐厅饱餐一顿 然后他就因为没带钱吃霸王餐被捕 幸好被一个警察认出 是刚刚解决怪物的猎人才被放了一马 男主十分感谢这个警察的帮忙 公身道谢后准备离开 而离开之前 警察掏出一张宣传单交给男主 原来警察看出男主并没有登记猎人 于是好心提醒他去猎人协会 进行一下免费的觉醒检查 男主虽然还不知道觉醒是什么 但看对方的样子 这应该是地球人都知道的常识 所以便决定先过去看一下 然后他就想起来了 原生曾经来过这里 只不过原生只觉醒了最低级的F级 想到这些的男主只感觉一阵晴天霹雳 而就在男主猛逼之时 突然被一道声音打断 原来是处理完怪物回到协会的 轩宇燕正好看到男主 于是上前打招呼 他好奇男主过来有什么事 还有就是想顺便看看对方的猎人证 男主这才想起 自己刚刚还骗对方回家拿证件 幸好找回了一部分记忆 所以男主向对方道歉并承认自己说谎了 其实他并没有猎人证 而轩宇燕则是一脸的无语 难怪等了半天也不见你小子回去 而男主接下来解释自己已经做过觉醒登记了 只是等级太低所以没有申请猎人证 轩宇燕有些疑惑 男主则一脸高傲的说道 我是F级 闻言轩宇燕瞬间大惊 什么 那你是怎么解决飞奇诺杀手的 然后就听男主说那个笨鸟是自己撞墙死的 答案太过离奇 气氛一时陷入沉默 虽说这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但轩宇燕怎么就有点不幸呢 毕竟看对方当时的眼神 简直就像是看虫子一样 这可不是一个F级废柴该有的表现 可如果他在说假话 那又是为什么要隐藏自己呢 要知道一般这样做的可都是些危险分子 难道说这个人也是 想不通的轩宇燕最终抢笑着表示明白 你真走运 飞奇诺杀手就是脑子不行 看着对方脸上强扯出的笑容 男主瞬间懂了 地球人就是通过控制面部肌肉表达感情 这一点他要好好学习 然后只见男主嘴角缓缓勾起 是啊 我真的很走运 这个笑容怎么看都充满了犯罪气息 轩宇燕都看傻了 这家伙果然有问题了 男人明明只是一个简单微笑 就吓得对面的女人差点原地升天 原来男主在模仿女孩刚刚的皮笑肉不笑 轩宇燕感觉这个人有问题 还是先安全离开再说 不过在那之前 他从怀中掏出一张钞票递给男主 人生第一次受到报酬的小绿激动不已 这是哪里来的好人 不过他还是好奇为什么 对此轩宇燕给出解释 原来这是刚刚那只飞奇诺杀手尸体的一份 没想到那东西还能卖钱 男主激动的泪水从嘴角流出 他不明白那只鸟为什么那么值钱 难道是羽毛贵吗 殊不知他真正有价值的是磨合 一颗C级磨合价值200万 这话男主可不能当作没听到 他当即质问为什么自己只有五万 文言轩宇燕是一脸的无奈 毕竟当时打怪造成的损失 都是以他的名义赔偿的 而如果某个人没有逃跑的话 本来是可以得到猎人免责的 这一刻男主只感觉心口一通 他不好意思地向对方道歉 而轩宇燕好像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 随后他转身就走 边走边说 没关系 祝你下午快乐 看着对方那离开的背影 男主不禁握紧手中的钞票 没想到在他的故乡 那多的就像飞虫一样 烦人的家伙居然价值200万 而为了在地球上享受生活 他需要一大笔钱 于是在这一刻 男主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猎人 说实话直到刚刚他都看不清未来 因为原生实在是太穷了 连碗汤都喝不起 可现在不一样了 因为他知道了猎人可以赚钱 既然如此从此以后 就靠魔法打猎为生吧 虽然他现在用不了魔法 男主正想得到哪里去找找怪物 结果马上就听身边的人 讨论那里开了一个一空门 于是他寻着众人的目光看去 果然就看见了半空中 一个散发着特殊魔力波动的空间漩涡 原来这里面有怪物啊 看来需要分析一下 不过这里的人实在太多不方便 没有猎人症的他不能进去 也不知道附近还有没有其他的 突然男主一正 他察觉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这附近应该还有一个一空门 于是男主寻着气息 爬上一座大山 一路十分顺利 除了身体太差 差点累得背过气去 看着兰在身前的黄条 男主不知道这是什么 只感觉地球人的审美观有待提高 随后他就这么大摇大摆地 朝着一空门走了过去 而在男主消失不久 又一队人来到此处 因为这处一空门最近频繁变异 他们此行前来调查原因 随着几人的深入 周围一个怪都没看到 这非但没有引起他们的警觉 甚至就连队里的 几烈人安润胜的提醒 都没当做一回事 而很快他们便为自己的 无知付出了代价 另一边男主已经进入 一空门很深的位置 可同样一个怪物也没碰到 这让男主有些疑惑 莫不是自己对一空门的 理解出了问题 也就在这时 他突然察觉到了一股魔力波动 而这个量少 但又充满活力的魔力来自人类 也就是说有人进入这里了 男主寻着魔力波动 一路来到一块巨石后面 然后便看见了眼前一幕 刚刚还是四人组的小队 转眼便只剩三人 这一幕直接吓傻了 另外两个家伙 见状安润胜大声提醒 两人不想死就打起精神 然而话音未落 便感觉身后一股寒意传来 千军一发之际 安润胜及时用盾牌 撑起了一个护盾 挡下着致命一击 随后他朝着地面猛的一锤 然后借力高高跃起 紧接着以迅雷之势 狠狠的一脚踹在石头人身上 带到一切平静下来 石头人已经变成了一片碎石 另外两人震惊地看着这一幕 不愧是一极猎人 虽然是防御戏的 安润胜没管两人的吹捧 让他们快点收拾尸体离开 然而很快 他便再一次感觉一股寒意 从身后传来 这一次他没能来得及做什么 便被直接抓在手里 随后像个虫子一样 被直接甩飞 队伍中的另外一个男人 大惊失色地看着这一幕 而下一刻石头怪的攻击 便来到他的身上 男人当即挥剑朝着对方砍去 然而仅仅只是一碰 他的剑变断为两劫 随之而来的是 他被一拳轰飞出去 这一幕直接吓傻了最后一个女人 面对着石头人即将到来的拳头 居然连跑都忘了 万幸关键时刻 缓过来的安润胜 替他挡下了这一击 而现在就是使用 束缚魔法的最好机会 如果不能将他在这里困住 他们将在这里全灭 然而就在这万分危急之刻 这个女人居然抛弃队友独自跑了 你敢信 外星人到达地球后 第一次参加副本 就充分认识到了什么叫做人性 就在不久前 男主一个人进入了一空门 然后躲在一旁 看一只冒险小队被怪刷 只见其中一个女人 马上就要隐恨当场 万幸他的队友 谁曾想在这万分危急之刻 他居然一个人跑了 那一刻男人的眼神中 充满了不敢置信 然后不出意外的 男人被怪物一拳轰在地上 在意识消失前的最后时刻 安润胜直感觉内心一片空虚 曾经的他侥幸觉醒了一记天赋 但却拒绝了许多大型工会的邀请 然后找到了几个不错的人 组了一个队伍 本以为一切都会顺利 谁曾想最后的结局 竟是如此的悲惨 眼看对方即将下线 看不下去的男主终于站了出来 多亏了对方刚才的努力 他才终于完成了分析 别看眼前这家伙好像大的吓人 但其实他就是一个老款式魔像 所谓魔像就是一种 以魔力驱动的人偶 在男主的星球阿尔法屋里 魔像做着各种各样的事情 小到扫地跑腿搬砖 大到战争傀儡应有尽有 他们的星球可以说是一个 以魔像为劳动力建设的国家 而男主的专业恰好就是武器魔像 然而虽然说的自信满满 其实对付起来一点也不容易 别看这家伙身躯臃腫 攻击迟钝 但架不住男主这具身体实在太弱 没多几次感觉就不行了 不过终究还是让男主抓住了机会 因为魔像胳膊上的大宝石 其实是一个魔力识别传感器 只要能够在传感器输入停止指令 就能让他停下来 虽说一般的魔像只有七主人和制作人 才知道紧急停止指令 不过这个型号太老 不用看男主都知道 就这样随着男主写下停止指令 巨大的魔像当场失去动力倒在地上 当然仅仅只是这样还不够 想要让他彻底关机 就必须拿掉他后背的核心 然后男主便开始动手 当然这种小事没有任何压力 看着手中的东西男主不禁感慨 很简单啊 当安润胜再次睁开眼的时候 看到的正是男主装逼的时刻 怎么回事 是他一个人打败了怪物吗 此时在安润胜的眼中 男主俨然已经是一副高手形象 眼见对方醒来 男主从怪物身上跳下 然后朝着对方身边走去 见状安润胜却是被吓得满头冷汗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被灭口 可他无论怎么挣扎 他的身体都动不了 而男主却很快来到他的身旁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安润胜本以为自己完了 谁曾想对方竟朝着他伸出一只手 然后说道 需要帮助吗 就这样成功从为几以上副本 活下来的安润胜受到了媒体广泛关注 可他一点也不高兴 因为他知道这都是那个人的功劳 然而猎人协会的人 却想将这个功劳按在他的身上 虽然他们也知道干掉怪物的另有其人 可谁让安润胜连对方的名字也不知道呢 如果对方真的是比安润胜还强的猎人 他没有理由不认识 除非那个人根本没有登记 所以不管安润胜怎么反对 协会的人都劝他接受 不然会给他的形象带来影响 可不管对方怎么劝 安润胜都想坦诚地说出来 因为这是对那位猎人最基本的尊重 最终协会的人明白了他的决心 也不再劝说便让他离开 虽说眼镜难想让安润胜揽下功劳 可他同样希望能够建议下这个实力又强 人品又端正的猎人 而此时的他们心心念的男主 正在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第一次玩手机的他深深的未知着迷 地球人简直就是神 自从昨晚偶然解锁手机后 他就没停过 上面的一切都是那么的吸引他的目光 这里就是他所期望的天国 多亏了手机 男主轻松得到了想要的情报 知道了原来进入一空门 需要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 并且想要进入一空门的觉醒者 都必须到猎人协会登记为猎人 同时他也知道了原来之前那个家伙居然还是一级 不过其他的事情需要先放一下 因为对他来说 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拿到猎人证才行 明明别人穿越都是纸醉精迷享受人生 可到了男主这里 却是差点直接饿死 为了能够顺利活下去 男主不得不报名成为一名猎人 而报名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跟其他人一起接受 关于一空门的安全理论教育 男主在一旁无聊地听着 总结一下 无非就是在怪物面前不要太得瑟 安全教育完成之后 工作人员为每个人发送设备 男主疑惑地看着手中的东西 不明白这是什么 没想到这个年代还有人不认识这东西 其他人纷纷嘲笑他是不是外星来的 一旁的男主听得满头冷汗 怎么回事 我是外星人的身份暴露了 工作人员告诉男主这是普及型的分析器 然后告诉他使用方法 等每个人都拿到设备 教育员小姐姐让大家把镜头对准空中的蝴蝶 男主听从指挥一照 上面马上显示出了怪物的等级名称 原来地球人是用这个识别敌人的身份了 除此之外 工作人员还告诉男主这个分析器 不仅可以分析怪物还能检测装备 文言男主当即对着工作人员照了一下 结果什么都没显示出来 看来这个人不行了 随后男主又开始对着一旁的植物使用 结果真的显示出信息 但是等他对着土地使用的时候 却是什么都没显示出来 男主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难道说这东西只能识别出有魔力的东西吗 根据有没有魔力来分辨出物品有没有用 虽然很方便 但是准确度不高 毕竟有些东西即使没有魔力也很有用 比如这些普通的泥土就是典型的例子 因为泥土是可以用来制成吸魔剂的稀有物品 不过看情况这里好像没有人知道这一点 明明只要魔脑学稍微有所发展的世界 就不可能不知道吸魔剂 突然男主脑中灵光一闪 下一刻他叫住了工作人员 我想问你一件事 工作人员让他尽管问 而男主也没有丝毫犹豫地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魔法觉醒者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文言工作人员没有任何迟疑地给出正确答案 当然是七年前了 七年前的一天 世界各地同时出现了各种觉醒者 男主难以置信地听着这个答案 什么 仅仅只有七年 要知道阿尔法屋里的魔法历史超过六万年 原来我一直和一群原始人一起生活 想到这的男主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水 他就说怎么可能只有电子工学飞跃发展 不过话说回来 他就算是用了吸魔剂 也不会有人知道吧 猎人一直是媒体中只醉精迷的高星群体 但是和普通人幻想中的不同 低级猎人的生活简直就是地狱 而且男主附身的这具身体一条腿有问题 现在又用不了魔法 所以在饿死之前 必须要找到一份工作 为了对付怪物 男主拿到了许多吸魔剂 而这个地球上也确实有可以用这个杀死的怪物 问题是那怪物在C级一空门里生活 区区F级的男主 根本没有资格进入里面 刚来地球的他对一切都还很陌生 也做不来吸魔剂的生命 这就有点难受了 就在这时 手机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抖动 直接把男主吓了一跳 男主拿起手机一看 原来是一条灾难预警 有B级怪物出现 让大家尽快避难 躲起来 那怎么可能 这种时候当然是选择出去看热闹啊 男主穿好衣服来到大街上 只见周围人群被吓得仓皇逃窜 在他前方不远的电视塔上 一只巨大的B级怪物正两天咆哮 当然也有一些不怕死的正在围观 而周围早已拉起了警戒线 就在这时男主突然被撞了一下 撞人的人非但没有道歉 反而嫌弃男主挡路 男主脸色阴沉地看着对方 对方还以为他是想打架 然而男主根本就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我只是在看你而已啊 看着男主好像很凶狠的样子 黄毛态度好了很多 他表明自己是猎人 并提醒男主离远些 男主不甘示弱地表示自己也是猎人 黄毛问男主是几级 然后就听男主嘴里吐出了F级 威延黄毛差点笑死 哈哈哈哈什么垃圾玩意 男主不明所以地看着对方 这家伙在笑什么呀 男人明明只是一个F级猎人 谁曾想尽收了一个A级迷底 就在刚刚市中心突然出现怪物 无聊的男主果断上前凑热闹 为了防止怪物伤及普通民众 军队出动直升机试图阻拦 然而他们的攻击对怪物来说 只能算是脑痒痒 而怪物仅仅只是随意一甩尾 直升机便化作一颗巨大的火球落地 万幸这个时候支援猎人终于赶了过来 眼看有两个普通人即将落入怪物之口 一个猎人直接从直升机上跳下 一刀将其巨大的舌头斩断 瞬间怪物发出痛苦的嘶唐 随后他毫不犹豫地转身就逃 此时另外一个猎人瞄准目标弯弓拉箭 下一刻两道箭矢精准地射到怪物尾巴上 箭矢不妙 身为一只巨大蜥蜴的怪物果断断尾求生 可现在才想跑显然已经晚了 只见男主的老熟人安润胜直接从飞机上跳下 然后携带万军之士一下狠狠地踹在怪物的背上 怪物当场从半空中跌落到地面 而安润胜一点也不给对方喘气的机会 势大力尘的一击再次轰在怪物肚子上 就这样紧紧两下 刚刚还要舞扬威的怪物便一动不动地躺在了地上 看到几名职业猎人的表现 围观的人群都激动地眼貌猩猩 解决完怪物的几人朝着男主所在的方向走了过来 最近男主知道了一件事 那就是几猎人已经是这个世界的中流砥柱 所以大家才会那么喜欢他们 就像现在一个个激动地恨不得化身舔狗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 看到男主的第一时间却是双手拉起他的手 然后像那小迷弟一样崇敬地看着男主 跟男主打着招呼 只要一想到对方在一窟门中解决魔像时的样子 安润胜就感觉简直帅死 之前还看不起男主的黄毛 此时满脸冷汗地看向男主 卧槽什么情况 难道是个大佬 看到这小子频频偷看 安润胜脸色阴沉地看对方 问男主是不是他朋友 见状黄毛差点被吓死 磕磕绊绊地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然而转眼安润胜便不理会对方 而是开心地跟男主进行了自我介绍 并递上自己的名片 当然也顺便问出了男主的名字 接下来 安润胜邀请男主进了小树林 当然不要误会 他只是想要报答一下男主的救命之恩而已 而正巧男主有件事需要人帮忙 于是他掏出手机 指着地图上的一个地点说道 你可以和我进入一空门吗 很快两人便进入了一个 看起来一片荒芜的一空门 直到现在安润胜还是有点不敢相信 像男主这么强的猎人居然是区区F级 原来就在刚刚 男主便已经将自己的真实境界告诉对方 但是这怎么可能 安润胜怀疑是不是测量意坏了 不过很快他便脑补出了真相 因为终极以上的觉醒者 需要办强制地参加副本 所以有些不愿被协会摆布的人 会捏造虚假的觉醒之 一个个类似蝙蝠的怪物 安润胜好奇男主要怎么做 结果就只见男主掏出一把泥土洒向天空 下一刻一个个的蝙蝠化为火球坠落 吸魔技的效果简直是立竿见影 不过看到这一幕 安润胜却有一个疑惑 那就是明明可以徒手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偏偏还要使用道具 对此男主很是无语 这小子是用脚趾头看的猎人症吗 可安润胜却怀疑男主是站在顶端太久 忘了下级猎人的生态环境 眼见对方这副样子 男主明白怎么解释都没用了 既然如此也没必要非得暴露自己的弱点 于是男主灵机一动开始胡说八道 自觉醒出现以后 有人可以举起一吨的卡车 有人可以凭空操纵元素 这些都是非常方便的能力 可这些力量既然都是凭空出现的 那么同样有可能凭空消失 我有点害怕 所以不打算依靠觉醒能力 本来还担心对方不信 结果就只见安润胜一副被感动哭的模样 你说的没错 我为什么没想到呢 越容易得到的东西 也就越容易失去